大家好,今天是10月8日 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以北印度Cafe开始美好的一天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头条 交通部长陆兆福昨日视察斗湖机场后表示 联邦政府将斥资1亿3千万 另急推行斗湖机场提升工程 包括扩建机场并改善基础设施 预计明年初动工 他说,政府希望斗湖机场提升工程能在三年内完成 届时,机场年课运量将从目前的150万人次增至250万人次 具体升级包括扩建机场建筑面积 从15800平方尺增至23500平方尺 增设移民柜台,从12个增至20个 全面安装冷气设施,增加机场人手 陆兆福说,政府关注和重视斗湖机场的情况 目前已鉴定及评估16间公司 预计明年初将委任主要承包商 争取在三年内完成斗湖机场提升工程 另外,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有信心 沙巴行动党代表将在10月27日举行 的沙巴行动党代表大会及党选中 选出属役的新沙巴行动党领导层 陆兆福强调他及党中央不能决定谁做沙巴行动党主席 一切交由沙巴行动党代表们决定 由他们领选他们属役的人选 他有信心,沙巴行动党代表们将会选出有活力 实力能带领行动党前进 以及支持州与联邦政府的领袖 另一则新闻 古达县甘榜毕杜鲁一间双层 办永久式房屋周日晚发生大火 一名76岁华裔妇女惨被烧成交尸 古达销整局主任伊萨加巴斯在文告中指出 销整局于晚上10时10分接到投报后 立即派出三名销整员前去救援 由于事发地点距离销整局有45公里的距离 消防车于晚上10时46分抵达 五名警察也到场支援 销整队抵达后 大火已被村民们合力扑灭 不过这间面积为40乘20英尺的 办永久式双层房屋以100%烧毁 火势还殃及一辆休旅车 这辆车被烧胜支架 换个焦点 一摩托车超车时引发恐怖车祸 一辆轿车更是被撞成两劫 造成至少三人死和八人轻重伤惨剧 这起车祸是于周日傍晚在沙哈 巴肯直驱路的珍德拉瓦西一带发生 共有一辆货卡 一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涉及 车祸的死者包括55岁的印尼籍摩托车司机 一名成年女子和一名女童接轿车乘客 当中女同事在送往东谷健康诊所后伤重不治 另两人则在现场确认死亡 另外两名重伤者为62岁的男子和一名成年女子 分别为轿车司机和乘客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